好,大家好,剛剛學生問我一個問題,然後把它放大,打在這裡 他跟我說 他說老師這一句怎麼會有 怎麼會有三個時間?你看一個明天是明天嗎?未來,他說這是未來的事,然後其他日 來的,這是過去的事,然後後面思います,現在是 還是這樣問我 那首先我回想一下,會去一直問我這個什麼 一句怎麼會有這麼多時態,這個時態怎麼是這樣 我想起來了,他們都是英文非常好的人 那這三個有一個是 一個是已經移民到美國很久了,然後一個是 在那個 貿易上工作,都要講英文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 一個算一個老闆,他可以 出差去,全世界各地跑那種 那這幾個人的英文都非常好 那可能是 英文是比較注重時態,他整句只能有一個時態是不是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說 那我來講給你這一句 好,那這一句為什麼會有三個 首先的話 首先你要先 你要先把你英文的觀念全部忘掉,因你現在是在學日文 你不能用英文的觀念來看日文 如果你用英文的觀念來看日文的話 那反正就不同東西啊 啊 懂齁,這反正就不同東西啊 那你如果用 你要用英文的觀念來看日文的話,很多是不同的啦 那我們來解釋這一句齁 這一句的話你只要把它當成是一句就好了齁 你看一下 最后面是 tou omou imasu omou 你看一下 tou是指前面這個東西嗎? tou是指前面這個東西 那後面的omou是想還是認為 tou是指前面這個東西,後面的omou是想還是認為 好 所以我 ok這邊就翻了,我認為前面這個東西 我認為前面的東西 我想前面的東西 我認為前面的東西 那tou只是引用,tou只是代表前面的東西而已 好,那這整句就是一個實態,就是tou omou imasu就是我認為 我認為,而且是為 我是這樣想,我認為,就這樣,這一句是這個意思齁 我認為 那如果你改成tou omou imasu 是我過去認為 我過去這麼想 那tou omou是我認為 ok 我認為,還是我這樣想 ok 那你不要管他的實態,tou omou就是我認為,我想 那我認為前面這個東西 tou是代表前面的東西,你看前面這個是個句型 這個句型是 動詞 過去是 動詞過去是什麼意思 做什麼動作嗎 後,後是哪一邊 後看字寫的方式是哪一邊 所以做了這一邊 這個事情如果做下去的話 這個方式代表哪一邊 g e des 是 但是強調前面意義是好 所以做了這個,這個有做下去比較好 有做下去的話會比較好 這個句型是這樣來的 他是一個句型,他一定要過去是 請問你做了比較好 說你感冒的話要吃藥比較好 你感冒要吃藥比較好 那你這個禮拜要檢定考了,你要看書比較好 好 那這是個假設語氣 請問這個動作做了沒有 沒有 他說你要做下去比較好嗎 那請問他現在做了嗎 沒有 所以動詞後改意 譬如說 如果你感冒的話 那你要 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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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你感冒的話,你要吃的話,你這個腰要吃下去 比較好 頭是指前面,思います是我認爲 我認為要這樣比較好 頭思います是我認爲,頭前面是前面的內容 你看這邊 所以頭思います我認爲 明天 記得來了,明天你有來 所以我認為你明天有來比較好 然後你這個動詞過去是個假設語氣 他就是還沒做嘛 就是你要做這個事情比較好 但是你是要你明天要做你明天要來比較好 這樣會嗎 日文的實態應該沒有 沒有像英文這麼的重 你不能用英文的現在是過去是什麼事 一定要要求到這麼嚴謹 日文在這個實態的方面不是要求的這麼的那個 那這個意思懂就好了 這樣懂嗎 所以上述的問題一直問我實態的人就是英文超級好的人 然後那個好到就是他們可以去當英文 他們可以去當英文老師那種等級 或者是他們已經用英文在做生意很久的人 這種還是跟你已經在美國生活的人 所以懂我意思嗎 好再講一遍喔 我認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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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子 好 那全面的 這一定要啊這個句子是要改動詞過去 後該意思比較好 所以吉他後該意思 那 你這個クル是來吧 那來的過去是吉他嘛 所以吉他後有來的話 這個後是哪一邊 所以吉他後是來的話 哪個就是你有做這個動作的話 好該意思比較好啊 這是個句型啊 這個句型是一定要過去是 這個句型是一定要過去是 喔 OK 然後是你明天來齁 你明天有來的話 比較好我是這樣認為齁 好 那你也可以想成齁 那這整句的話 以 以日文來講他只算一個 實態齁 因為你偷是指前面嘛 偷是指前面嘛 那 懂嗎 偷是指前面 那我們說日文的話 他的實態是看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我們說整句合起來看最後一個 那你最後面是思います 那思います是認為嘛 啊偷是指前面嘛 所以我認為怎麼樣 所以我認為怎麼樣 啊 前面前面是偷的內容 這樣 看到嗎 喔 嗯 所以他實態是只有一個 偷思います 那前面是偷的內容 嘿 好 好 那你不要 不要把 你不要一直 用英文的這個 再講一遍 你不要一直用英文的想法來想日文啊 不然你會學的很痛苦 因為日文跟英文是完全不同一回事 完全不同的東西 這樣懂嗎 你如果要學日文的話 你要開放一點 你要忘記英文 那或者是有些人會一直用中文的語法 會用日文的會用那個英文的語法 會用什麼其他國家語法一直在想日文 你應該把什麼都忘掉會比較好學 你把一大堆東西都忘掉會比較好學 因為 OK 就這樣